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像那些英雄 是八九岁二十岁左右的 到了朝鲜就打仗 打了一只两只仗的 在这个警惕情况就成为英雄了 什么道理呢 为了保卫幸福的家庭 那时候我们遭受了一次很大的损失 牺牲了十一位同志 认识也是十八岁 他牺牲也是十八岁 我们就五一年那么一年 年初认识 年底就牺牲了 我说我不是英雄 真正的英雄 是考美艾超 英雄牺牲 美雄灰的那些同志 他们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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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来讲就说你既然这样你就好好休息 他早日起来一早把妈欠来 把我的行李托上 每天晚上给我送过来 说我来讲感觉像亲兄弟一样 11月的4号 说美军二十四十十九团要跑 要命令我们三五十五团 两天两夜要赶到龙岸埔 有近日走的空路 有汽车 我们这种小路 走了一天一天 刚做饭 政察人员搞到 没二十四十跑了 饭不能吃了 赶快追 美军已在狼狈地溃逃了 追击他 不留情地追击他 给美军以致命地打击 不让美军逃跑一个 追上一态 吉普车 吉普车上七个美国兵 有的 有的我汽车底下转下的 有的把脑袋搁到地上 有的两手抱个脑袋哭 这一仗把美国二十四十十九团的一个夹枪链消灭了 我们三五九团受到了志愿人士部的标准 但是也很不容易 在追击中很不少我富少了 在追击中连一张红薯舌 是什么的 在追击中三派张 木星河是什么的 在追击中二派的西小舍首 面文章是什么的 在追击中我的好同志 我这后非常勇敢 非常靠前 得令劝联打出一个突破口来 英勇万象不怕牺牲 只能欠信不能后退 在这场战斗中 我这后同志也要光荣地牺牲了 我一听说我这个辅职的院系 是什么的 我的眼泪滑着就下来 都哭出声了 六零年 我转身到了丹州 我们走这些路大桥 已经炸坏了 我们站在桥桶上 我说老战友啊 我得看你了 我虽然你在朝鲜 我在东坡 但是我照你那个方向 我给老同志 行个礼 我你还在国外 在那里安息吧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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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团街街 康美圆长 搭奔培的野心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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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嗓子不行了 我的喉咙唱不了歌 耳朵不好吧 嗓子也不好 真要明白 奴隶也是杭州人 跟我性格也差不多 内向都不怎么爱啃气的 他不是教导团来的 他跟我一起到的文工队 他是军大的 华东军大 但唱歌不是很好 那一次我给他伴奏的时候 跑调了 跑调了 越唱越高了 1953年的四二三 这是永远忘不了的 那天真好礼堂里也没有开会 那我们就到礼堂里去练好了 大家都跟着去了 一个舞蹈叫侦察兵 抓俘虏 先学志愿军的动作 志愿军的动作 学完以后 又学美国兵的动作 大家都一个 学美国兵的动作以后 嘻嘻哈哈的 打着 哗一下炸弹下来了 哗一下炸弹下来了 都打在我們頭上 我們第一次遇到這樣的情況 後來在禮堂外面 有一個大概正直播的實力員吧 他叫我們 小鬼 小鬼 趕緊出來 進房空洞 那我們一個一個的 就從禮堂窗戶跳下去 跳下去以後 就跟他進了一個半截子的坑道 那時候我們遭受了一次很大的損失 犧牲了十一位同志 指導員本來在自己房間裡頭辦公的 他為了招呼大家防空 結果走到門口大腿 所以負傷不幸流血過多犧牲了 還有一位陳水賢腦部受傷 後來搶救無效也犧牲了 傷了最重的還是劉林 就是當時傷身 他能夠受到一個蛋片 把它要切斷 棉衣 棉褲都鮮的 只剩下裡面的寸衣 內衣 在樓領的周圍 有王世奎 商灘城 一個五個吧 後面樹上靠著那裡的 連水龍 他正在寫節目 手裡還拿著筆 這張是我們組裡的 我們組長是王文中 他拉胡琴 拉小提琴 炸彈下來的時候聲音很響 但他拉琴沒有聽見 他就倒在那個組裡面 那個門口 這是我們全隊同志 非常悲傷 我尤其我們女同志在一起 大家都哭個不停啊 丹丸就轉移到另外一個沟裡 那一天施力政委來看望我們 他讓我們振作精神 人衣工作者也是暫時 你們要到一線去 為暫時演出 為暫時服務 從那以後我們天天防空 爬到山上去拍節目 我們準備下部的演出 有一次到前面去按照團裡的 讓我們到最前面的連去演出 我們到指揮部都是要通過封鎖線的 炮封鎖 飛機封鎖 再到前面就是武林機槍封鎖 同學員走多快 我們就得跟他跑多快 我和胡兆鎖 我和胡兆鎖 男同志劉教基 還有一個叫劉文璇 我就說了一個四傳瓶書 我就演過這麼一次 自己覺得 哎呀 比他們能說會道的 能唱的 我說我要踏得遠了 老同志也鼓勵我 哎呀 他說 你就演那麼一次 那就不簡單了 我們的老同志鼓勵我 我說我繼續努力 我繼續努力 有時候雖然現在七十年 已經過了七十年了 現在我還是很想他們 想了有時候晚上 一個人默默地流淚 咱們還沒有開始 我說的不合適了 你就可以問 你不要不好意思 我九十一歲了 怎麼說呢 第一次見面應該說 彼此影響都比較好 因為他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他在我的記憶當中 高大 英俊 龍眉大眼的 山東人嘛 年齡那年我已經十八歲了 他也只有二十二歲 但是這一面見了以後 我們兩個月沒有見面 那我以為就完了 他大概看不上我了 兩個月以後 我那個女戰友 就跟我說 陸明空要和我見面 我就生氣了 我說他想見面就見面 他不想見面就不見面 我說我不見 他看不起我 結果他 我那個女戰友說 他見面以後 他就跟領導回報了 領導要對你進行政治審查 所以跑到你家鄉調查了解 所以才答覆 才領導批准 他這麼一說 我也就想通了 也就高興了 所以我們第二次見面是兩個月以後 是這個原因 所以後來見面呢 基本上一個星期見一次面 見面的地方呢 有時候在我的房間 還有就是那個高爾夫球場 我們平常見面 說實在的 從來沒有兩個人愛到一塊過 哪怕坐在高爾夫球場那個空地上 我們中間總要各點距離 這真正的表現都是在心裡 那個時候已經五一年了 我們見面不久 他面上問題就提出來了 有一次啊 那他嚇了一跳 有一次我們見面 他說 我這一次 拆架看見面 要麼當英雄 要麼犧牲了 他這一次犧牲 我不知道那個時候 歲月18歲了 還像個小孩 馬上眼淚就掉下來了 我說你怎麼好好的會犧牲會死呢 他這個人呢 是個很詭諧的一個人 而且腦子反應也特快 他就說 哎呀我給你開個玩笑 你就當真了 怎麼能死呢 在陸軍和日本 能面對外賓 知道都沒有死 現在有這麼個大家互保護 不能死的呀 我就跟你開個玩笑 考驗考驗你 他這麼一說呢 我又笑了 但是從此以後 不管見面或者寫信 他從來不談犧牲兩個字 要到朝鮮前線了 我們還是握手告別 我們臨走一個多年 我正去路當 他正去當英雄 我呢 那天 凌晨睡夢中 聽到 飛魚的後面聲 我起來 把衣服穿上 到窗前一看 我就知道 飛行員們走了 抗美人好啊 應該說 很艱苦的 他那張照片 就是他在飛行員去的時候 前面拍的 唯一的這一張 他們住的房子 很簡陋的 他給我寫信 也就趴在場上寫的 說實在的 我們的飛行員 去參戰的時候 沒有幾個人 能飛過一百小時的 都只飛過幾十小時 我就覺得 我們的飛行員 是特可愛 特可貴 錦翔 您好 最近幾天工作忙嗎 在這次上去給的光榮任務 也是你所盼望的 你的思想 我想一定是痛快的 我也是這樣 我思想準備好了 有充分戰鬥心情 好了 我要去做飛行計畫去 再見 有一天 我去看我的那個女戰友 就是幫我們介紹的那個 聊著聊著 他說聽說三大隊 一說三大隊 他不往下說了 我說三大隊怎麼來 我是是不是誰誰犧牲了 他說你看你這個孩子 盧明昆好好的 你不相信 你給他寫封信 但是我心裡就疙瘩了 回去以後把我工作一處理 就睡想不起來了 到第三天領導來看我來了 就正式跟我說盧明昆是犧牲了 其實認識盧明昆 認識也是18歲 他犧牲也是18歲 我們就五一年 那麼一年 我們年初認識 大家剛過元代就見面吧 估計 年底就犧牲了 說實在的 不知道為什麼現在說其他人 還是很傷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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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後 和你做你的 有什麼傷感的 無人 戰術 在阿隆 中間 為傳他們 採訪 有什麼傷感的 刺激 到外面 憧海 threads 在接受瑞士媒体采访时指出 美国正在把欧洲拖入一场无法取胜的冲突 甚至有可能引发一场全球战争 欧盟 1953年2月5号下午 我们施政局部 遭到了今天几十几危机的红战 王林隆志当场冲荡 是真的 假许王林隆志 他家是湖州人的 我因为当中心员 每一天到识报时 去拿报纸 信件 文件 有一天 我读题拿来就没骑马走到 他在里面用湖州话来说 路上注意皇宫 我眼睛搞过去看过去 你还讲湖州话的呢 他也很高兴说 你是湖州人吗 我也是的啊 当我因为送信的时候 我们只有半个小时时间 不能多长啊 到了第二天 我又去取信 王林隆志呢 出一个点子 他打电话给这个坦书记 他说有言在我这个地方 报纸还没有到 要等于会才到啊 他不定暗示回去 我们两个人就在那儿谈一下 他说你家的什么人 我家父母都没有了 我就剩下哥哥少少啊 他说我家住在北大陆 我父亲是买水果的 我母亲是当教员 我弟弟在读书啊 在这个战争环境里头 认识一个老乡不留意啊 他21岁啊 他把我看到小弟弟啊 我记得有一天啊 王林同志到营博来收费了文件 营长认识人跟我说 小杨啊 其他车是无法嘛 所以营的手段都知道 王林是小杨的老乡啊 我记得啊 美国会议的几十机轰炸 那个整个山头啊 到处都是河海啊 营长认识人跟我说 小杨你过来啊 我离医生了 我停了以后 我骑人马 我骑人马 跑到她的生殖屋去 我看见她 已经毅神了 他们在血的遗体啊 两个女战友 在她的受伤她的遗体啊 一张的被迫包了 安全在暗夜里的三菩萨 打了12年以后 战斗大人 我两个顾名领 在前面战役上 那时候通信 电话线被敌人打断 派出两个小地方 都在途中没有完成任务 这个时候我在印章 我去 我和马云熙 以实在共委组长 三个人准备出发 我在出发的时候 我给印章讲 印章啊 我如果牺牲了 把我们买到在碗里一块 印章说你负负 你会活得回来 所以我们三个人 冒到地点的炮火啊 从281.2高地跑去了 到达282高地以后 我们把姓送给两个年长 我们给年长讲啊 你结到姓以后 像所有我们引破自由 打三花虎色是那么大 1958年 1958年 我们回国了 我想 哎呀我要到我宁那边去 过别一下 我当海地了 我买了水果糖 买了蛋糕 买了汽水 在他目前 我跟温宁说温宁啊 我也回国了 你长命来朝天的国土上吧 我回国以后 我回去去找你妈妈跟爸爸吧 我回去去找你爸爸跟妈妈啊 我离开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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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丹家年里面抽了说一个建制班12个人来 当地整理来 你来指挥他 虽然说是严重历史 要有深厚的阶级感情 把这个工作做好 这个话我一直牢记在心头 在东县运营上 我们室里面侦察科 派了侦察参谋 廖伟一种同志在我们团似回复的下九年搞这个下面了 做了一个对地的喊话战 三月份在一次空穴当中 它被炸起身了 它是抬下来的劣势当中 可能说是第一个或者是第二个 那个人很高大的 很恢复的 有三十岁多岁 福德上啊 一个是胸部 留学很多 还有一个就是头部 这两处地方是主要的 苗中历史抬下来过后啊 卸一把衣服这样子 不能够就是这种衣服啊 就是土啊 应该就是说的话要换干净衣服嘛 我们当老百姓还想到说 要入土要紧嘛 那是对实质的真谨子 云山白一站啊 那个地方的积蓄很深 要等于十几个年嘛 但是又没有水啊 知道有水 我就用后勤来撇开了的汽油桶子 用四块 把它垫起 然后把水穿在一头 剪来些干柴火 把水烧滑 烧滚 就给律师啊 可以到那几年啊 把身上的血液擦擦 伸口上了血戒啊 麻得干干净净净净 然后给他穿上衣服 裹上血衣进行安装 做他们安装 虽然说是没有命运回经 历史下来要先去干净了 我们自己应该当成一个不承论的委屈 应该做下去 占有指定 云山它的两站当中那些咋 我们都是按照着这样子做 很多同志都掉下眼中了 因为我们自己同志啊 出来的时候都是一二十岁二十岁多点 一一难睡的 那个时候部队要回归 就由我和二人的副指导员 罗有星走遍了 我们战斗过的地方去 但失落一点就看战场了 有没有我们历史的时候 很出难的发展 有一个穿了衣服啊 是我们寺院厅的衣服 但是你看 衣服好像包包多长 就有封信 他们俩的 暗示代表 翻蓝轨币 他就确定了 是扶梢家 我们沐山球团 在所谓精进团难的时候 以连救高级的时候 2013年的一个副班长 胡少先 火铁人发出了争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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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上看到了几个字 少先无二 他信的内容啊 是他的父亲啊 免疫自己二次的内容 找到他的遇见过后啊 就抬下来 眼睁着我们的精神战略当中的五十一高级 所以我一道具 跟历史告别 叫少墨 少墨的身 几次的程序都是这样的 第一 牵心虫 这个心虫必须牵 我们亲民的 鸡少先人一样的话 都要在墨墨上去 和亲人多出一把土 第二个啊 金子路也插上去 插得大了笨帧啊 表示那个是鸡少过目啊 第三个就是敬礼 告别 让他们安心 一走的时候 大家分别的时候 大家的心头啊 就非常难受 感到我们要回去了 回去和我们的亲人见面了 可是他们去医院的 运救了留在草原 让人感到很心痛 那个军长 慰藉曾经讲过这句话 他说这些娃娃们 我们把他带出去 没有最后 全部把他们带回来的话 我心里很痛 很多心 hill 让人虔 gi莫 孩子们 你们就在草莿 土地上 2014 这些吗 剩 monster 你老 我们不会忘记你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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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